恩典3.65 全新的一天 全新的恩典 接下来这几天的时间 我要跟你分享一个 我自己觉得充满感恩的祝福 在以利亚的身上 我们看见她的得胜 很多的激励 看见她的失败 很多被提醒的地方 然而以利亚的人生 不是结束在这里的 以利亚的人生 在有下一个阶段是 她怎么样反败为胜 从失败重新再站起来 那绝对是更美的 如果我只是知道 她怎么失败了 以后我不走她的路 可是我会不会也走到 我的失败里面去呢 或者当我失败 跌在地上的时候 我应该怎么办呢 谢谢主 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 以利亚不只是跌在地上 靠着神的恩典 她重新站起来 我要给你看好几件 她站起来的关键 但是每一个关键 其实都是主向她说话 我每次读到这里都很感动 因为没有一次 以利亚的软弱 是靠自己站起来的 我也是这样 有二三十年的时间 学习福祉神 但在这个福祉神的过程里面 岂止二三十次 可能是两三百次 失败软弱了 跌倒了 但是真的没有一次 是我可以靠自己站起来的 靠我的毅力站起来 靠我的修养站起来 靠我的决心站起来 甚至靠我的圣经知识站起来 没有一次是这样的 每一次都是主伸手把我扶起来 这真的就是恩典 我要跟你分享 在圣经当中 《猎王记》上第十九章 好几次神跟以利亚说话 每一次神向她说话 以利亚的生命就有一个翻转 就从地上一步一步一步站起来 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 神拆派她的使者 透过她的使者天使 向以利亚说 起来吃吧 这是神对以利亚说的第一段话 当以利亚已经失败了 软弱了 跌倒了 赖在地上了 甚至在那里发脾气 说不活了 不活了 我每次读到那里都觉得很有意思 以利亚其实只是闹脾气 她并没有真的想死 如果真的想死就不要逃命 什么叫逃命呢 就是不想死嘛 逃得想要活下去嘛 既然又逃命又要求死 要求死又要逃命 她到底是想死还想活呢 她其实就是闹脾气 一个赖在地上像小孩子一样闹脾气的人 主对她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 天上的阿爸父对我们这些 在闹脾气在软弱里的人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 主看到她的需要 主对以利亚说 起来吃吧 主不是说你还不给我起来 你再给我来这样试试看 谢谢主 神就是爱 祂的爱不是先管教 是先用爱扶持 先满足以利亚的需要 你也赖在地上吗 主知道 主看见 你今天会看到这一集的恩典365 因为主爱你 主知道你的需要 主没有先修理你 主知道我们的软弱 主伸手给你说 起来吃吧 他供应你里面最真实的需要 不一定是吃东西的需要 更是爱的需要 主爱你 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真的 非常多的时候 当我赖在地上 不肯爬起来 陷在我的软弱里的时候 主谢谢你 真的我最需要的 其实不是讲道理 很多的道理我都懂 可是我就是起不来 但是谢谢主 每一次你就用你的爱 把我带起来 你的爱挽回我 你的爱 在我的生命里面 有最大的力量 我也求你今天 对许多现在软弱里的 我的弟兄 我的姊妹说 起来吃吧 用爱挽回他们 供应他们里面 最深的需要 不只是物质的需要 更是爱的需要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的名求 阿们 谢谢主听我们的 谢谢主听我们的